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成功連任 並獲得國內外推進他的政治與情的新權力 泰國一隊兒童足球隊隊員被困在避染的動月兩日 搜救工作正在繼續進行 敘利亞政府軍向南部被叛軍控制的達拉省法同胸襲殺死五名平民 一艘海岸警衛船在座阿拉海岸舊起近一千名移民後 駛到首都迪黎玻璃的一個海軍基地停靠 中國與歐盟舉行第七次高層經濟峰會 雙方代表在多邊貿易和全球問題上作出承諾